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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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王敬語在308高地 今天我請到諸葛老師 那諸葛老師呢 我要從台中一路換四趟車 才會到我們棚裡面來 我們今天要聊一個是台灣的 上次講特種部隊的概要嘛 我們今天就進到一個比較 精準的水中爆破大隊 現在叫中隊了啦 是是是 這個老師 我們兩個身材看起來都不像那個單位的 我是空軍退下來的 那諸葛老師是 那個算管理方面的專才啦 但是我們今天在聊 水中爆破中隊這個題目之前 我幫諸葛老師作證 就是我們確實訪問了一些水中爆破中 對前後期的學長 退役的啦在意的啦 把一些問題聽清楚 不要用我們 不是那個單位的外人講會比較不貼近啦 所以待會我們會提一些問題 大概都有做一些實地的調查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讓諸葛老師 介紹一下因為我知道諸葛老師頻道 我其實有時候都會在那邊聽 吸收一些專業知識 你的頻道叫什麼 諸葛風雲嗎 諸葛風雲的異想世界 就是會胡思亂想 那我們有五個社群 然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打這場認知戰 因為台灣現在衝刺著各種假消息 那我們有五個社群 其中四個是LINE的社群 所以有軍事版 軍事版裡面現在快要一千五百人 是目前台灣 你說LINE的群組裡面有一千五百人 對有一千五百人 它的上限是五千人 OK 那我們是台灣目前最活躍的LINE社群 就是軍事方面 有關台灣軍事議題的 是是是 所以有興趣可以參加啦 對 這個諸葛老師的諸葛風雲 你可以在我們的留言板裡面 老師可以PO上去 是是是 那歡迎大家參加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很專業的 我看好多個教官都在裡面 是是 Tony教官啊 芒果教官啊 都在裡面 文藥社也在裡面 文藥社 那個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參加的 都可以啊 你Google諸葛風雲 其實就看得到 有LINE還有頻道 但是專業度不夠進去 不會啊 大師在那邊聊 聽久了就專業了 其實軍事大家多關心啦 是 然後 講錯的 大家 漏氣叫進步 沒有人那麼厲害的啦 了解戰略的 或了解軍事政治的 地緣政治的 對那個什麼武器 那個槍幾公里可以打多遠喔 每個人專業性都不一樣 陸海空軍的兵種就不一樣了 在國防部裡面也是 大家都只懂自己軍種的東西而已 你像我空軍 我在13東部隊 在六連隊 那我們這個運輸機群 你跟那個噴射機 戰鬥機 其實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在講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講水中爆破中隊 那老師對水中爆破中隊 了解有多少 目前啊 其實我 畢業的時候 第一個單位 對就是我負責的其中一個單位 就跟他 就是他們的人 的其中一個單位 那時候 軍情局有個單位叫海情隊 在澎湖的牛心灣 那現在變成 牛心灣現在變成 挖龍 那個海龍的挖人部隊 對就是 跟美國的 綠扁帽 綠扁帽 這個為什麼可以講 小英總統卸任前一年 他有去 就在澎湖 這個叫做什麼 牛溪灣 牛心灣 牛的心臟 牛心灣呢 那天我覺得很特別 是 那一天 有 我們一般要 掌官視察 就會有一個海報紙 是 然後寫 科目 對啊 參與這個單位 就那天單位裡面竟然寫出一個 展現台美軍事訓練合作科目 我說這個是可以講的 不用買票的 就那天就是揭露 那通常我們的默契是這樣子 台美之間的軍事合作 美方揭露 或者美國媒體報導 我們當然就可以講 這基於 互信跟保密嘛 是 那我們如果在台灣可以講 通常也是跟美方談好了 不會有意外 也不會有驚喜 所以那一次 應該是去年 在牛心灣的時候 小英以三軍統帥來到那裡 是 澎湖是很重要的地方啊 對對 就在那裡竟然赫然看到綠扁帽 綠扁帽部隊 跟我們台灣的特戰部隊 混編 在進行演訓 這個其實是一個里程碑喔 是是是 台面畫的一個里程碑 台面畫的里程碑 那我負責的那個單位 他那個叫海勤隊 他的人全部都是爆破隊訓練出來的 海勤是哪個勤啊 海上的情報大隊 海上的情報隊 沒有後來這個單位就 裁掉然後就變成那個海龍蛙兵 那很久了海勤隊是很久以前的 我記得是87年左右的事情了 所以你87年還有海勤隊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諸葛老師 學長學長 我很老的 學長 因為我接觸部隊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單位了 對不對 然後 那時候我 因為常去他們單位去做一些業務協調 所以就知道他們訓練的精實程度 然後所以 後來上禮拜我們講的國人的 就我們國內的特種部隊啊 的這些單位來講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整理他的報表是不是 對 所以才會 各軍種他有他的這些部隊 所以像這個特勤部隊 縣特啊 高空特勤 這個就是梁山 對啊 然後 這個陸軍 海軍的那個陸戰隊 然後他會有特勤中隊這些 那個高空特勤中隊就是梁山 對這就是梁山 那另外屬於徵收的就是海龍蛙兵 他們夭動夭營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海軍陸戰隊的兩棲徵收大隊 那所以 國軍的特種部隊 比較像各軍種自己的特種部隊 陸軍 空軍 海軍 各自有 憲兵也有啦 警察單位也有啦 所以上一個 上禮拜我們直播的時候 郭立生少將講的是一個概括的介紹 是是是 那今天的主題是水中爆破中隊 那前一陣子新聞有爆出來說 這個中隊搞不好要被整併掉了 是 引起很大的風波 是 那我從諸葛老師這邊得到訊息之後 也向海軍也向國防部求證 目前沒有事 是 但是據說還很有事 是 所以這個單位如果 對國家戰力很重要 當然我們就要想辦法保護他 是 那如果整併是對國家好事 我們就整併他 他是一個科學的方向 但目前海軍說沒有這個案 純屬謠傳 那我相信 是 內行的就知道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諸葛老師來介紹一下 以美國的特種部隊來講 他分Tier 1跟Tier 2 Tier 2就是軍種所屬的特種部隊 像我們講的綠扁帽 他就是陸軍的 那像我們講的海豹部隊 他就屬於海軍陸戰隊的 那我們常講那個像三角洲部隊 Delta Delta 對還有這個海豹六隊 就是安薩碧拉登 他是Tier 1 他是屬於國防部下面的 聯合特戰司令部 他們在調度的 所以他有分兩個等級 其實美國我看他特戰部隊 至少我們從電影看到的 是 綠扁帽是部隊的 整個部隊的移動攻擊 是是 Delta比較像小股部隊的 滲透到敵後去 那海豹是介於之間 對 所以他們其實會有分工 綠扁帽有一個特色 他要負責訓練在地國 他們的這些武裝力量 對對對 所以他有一個訓練的功能在 所以在台灣北側北邊的那個 Special force group 1 是是是 那個在沖縄 是是是 特種作戰兵第一團 其他是綠扁帽 是是 所以我懷疑 強烈懷疑 在牛星灣的是 那邊來的還是哪裡來的 因為他們是負責第一島鏈 應該是究竟啦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 我們台灣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這兩支部隊 就是像這個美國海豹 他是三七的特戰部隊 還有陸軍的 就是綠扁帽 所以這是跟我們台灣 最密切的其中兩支部隊 OK 所以海豹 三七部隊 綠扁帽他們 這個是 我們認識綠扁帽 好像是從藍波開始 對對對 藍波就是綠扁帽的 因為Delta那個層級的部隊 美國官方是對外不承認的 其實Delta部隊 如果以電影來講 是那個 Black Hawk Down 黑鷹 那個叫做 中文片名忘記了 那個 不是有兩個Delta的 他自願下去陪那個駕駛 那個飛行員 後來都陣亡嗎 好我們可能要愉快一點 所以這些部隊 這些是美國的部分 再來到台灣的 在台灣的話 現在我們剛剛關注的 就是其實要回到 各軍種的特種部隊裡面的話 像海軍陸戰隊 他目前就是把他的 特種部隊這邊 有做一個整併 美國的 我們的 所以目前 像原來的這個 我們的爆破隊 他是爆破大隊 我印象馬英九那時候 要裁軍合併的時候 陸戰隊 有一個運動叫做 把那個 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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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彩 留下來 那個時候好像馬英九政府時期 海軍陸戰隊差點被併掉 對 沒錯 所以有這個事情 有這個事情 然後引起海陸的這個 退伍協會很大的反彈 對 因為海軍陸戰隊的人比較多 那個反彈 力道比較大 所以好像就被保下來了 對 憲兵的退伍人員也是很大 憲兵那時候也差點被整兵 對對對 沒錯 所以 這個我們在水中爆破中隊的時候 他本來是一個水 我小時候他叫水風爆破大隊 大隊 對 他這個是民國四十二年 就是一九五三年的時候 我們的海軍派了一位 黃總雄中衛 就是我們第一個軍官去美國 接受爆破隊的訓練 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再回來台灣成立了 這個爆破隊 OK 然後一路擴邊 因為我們外行人一聽到 水中爆破隊 腦袋想的就是在水底下炸 可是剛才我們上一次 跟郭立生在聊的時候 水中爆破中隊我們大概就談到 他其實是台灣類似海報的 三期就是空中 陸地 水面上跟水面下 其實是四度空間 是四個空間的作戰能力 那當時為什麼最早叫水中爆破 他是延續美軍的稱呼 從那邊過來的 對對對 叫Demolish 所以水中的破壞大隊 UDT UDT 所以他的專長其實在水中 最像這個是水中載具 水中載具的使用 啵啵啵的跑 對對對 還有像這個是 潛艦上面 像這個是乾放 其實潛艦有釋放特種人員 對啊 這就是他們 只有他們會 所以不要被水中爆破 這四個字帶走了 他其實是一個精銳的特種部隊 連從潛艦把人放進來 因為潛艦隱匿性 然後到從敵後把人放出來 靠近敵人的海岸 然後釋放出我們的特種部隊 這個也是水中爆破中隊的事 像這個我們在潛艦系列 我的影片就介紹這是乾放 這是台灣的嗎 對 這是海 我們的海獅海報 我有上去過海獅耶 它上面這樣一條一條的那個 這就是二戰潛艦的特徵 對 它的甲板 全世界現在只剩下我們有了 對 我們的叫博物館集 全世界只有我們有 那所以 像這個就是濕放 就是濕的 在水中 這是歐洲的照片 因為我們國內沒有這種照片釋出來 這是歐洲的 所以它在潛艦在海中的時候 經由那個人員逃生艙 從那裡出來 剛才那是乾放嘛 這個是水中釋放 對 台灣所有的特種部隊 也只有這一支部隊 可以做這個任務 所以 我們台灣的水中爆破中隊 其實是 這些 不管是 你現在秀的還是水底下的 對 所以不是在水底下放炸彈而已 它從潛艦出來去滲透 是 都有受過這個訓練 它水下爆破的包括清除航道 萬一我們航道受阻 不管是人為的還是天然的 它去把它炸開來 對啊 比方說 我們設想過一個scenario 演習的時候有過這個科目 我們的左營軍港 目前就一個出口 對啊對啊 那如果一個大型的船艦 把你著塵 放在那裡 你所有的船艦就跑不出去 所以那個要把它清除掉就麻煩了 對對對 所以 像這個 施放 就只有他們 那你說 像這個 從 CH4拐 去釋放他的快艇 這些他們也都有 空中 對 所以它是別人會的 CH4拐 就在我們歸原 所以這是另外一張 這都歐洲的照片 所以 這其他台灣的特種部隊 都做不到這一些任務 所以才會說 這個部隊的可貴 所以這個部隊的體質 體能要求很高 非常高 因為你從水下的水壓到空中 然後整個體力 意志力 那個其實訓練是 沒錯 所以他們 他們的那個能力呢 是強調在這個 開放式的水域 我們像 游泳池 這種是封閉水域 目前的這些 特種部隊裡面 在水上的這些 或者水下的能力都有限 只有他們可以在 開闊水域 就真的到海裡面去 所以 這是 黃色的 黃色的底 這就是這一支部隊 會別人不會的部分 也就是 有什麼東西是 這個部隊的專長 是是是 不可取代 它可以領加擊的原因 就在這裡 所以它的加擊領得 比別人高 對 然後它的 任務的難度 尤其像一個水文調查 老師你用口語話 介紹一下 它特殊就是 特種部隊會的 它都會 有哪些東西是 水中爆破中隊 它會 但是別人 沒有這個技能的 第一個 水文調查 你不管是 你要登陸的港口 或者是 你要接近的海岸 你要去 會水文圖 測量海底的深度 什麼這些 只有他們會 他前下去用的 用人紀錄 然後回來畫 對對對 只有他們會 其他的都不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清理航道 剛才講過了 剛才講這兩個動作 在水底下時間要很長 對對對 你要畫那個水底的地質的水文的 要清理航空道 這個人背著水費沉在下面 要很久的時間了 對 所以他們的耐力 還超過一般的單位 這是他們的工作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實施 就是 敵人艦艇的水下破壞 這個以前就實施過了 所以 我跑到 共軍的 港口裡面 去破壞他的軍艦 或者 共軍假如 接近我們的海岸 甚至有 建立橋頭堡 那他不是有船靠岸 就 假設 中國 我們每次漢光眼鏡 或者各國兵隊都有 共軍可能會想奪下台中港 是 做一個橋頭港 是 然後後續就可以快速的 把人用空運跟船運送進來 或水下滲透 對 然後擴散開來 所以一旦像台中港 或者像喜樹灣 是 被共軍佔領之後 他就變敵人的水域跟港口了 是 那時候就變成水中爆破中隊 要去 反過來要去破壞他了 對對對 而且這是以前實施過 所以這支部隊也是在民國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有進入大陸實施作戰 而且有發生傷亡 而且被俘虜 那時候跑到中國裡面去 對對對 以前不是說要割耳朵回來 那個不是 那是海龍蛙兵 海龍蛙兵不是他們 他們不用割耳朵 他們是跟軍情局合作 然後直接進到 中國的港口裡面去 那他還有其他的部分是什麼 然後還有對 敵人的海岸河川這些 來實施水下的襲擊 還有滲透 比方說 我們知道敵人 進攻台灣的指揮所 設在福建 比方平潭 那我們就可以派他們進去 文約社 文約社提供坐標 那我們明明知道他的HQ在那裡 對 那要進去的其實就是水中爆破中隊 對 上一集我們有講到說 像美國一樣 特種部隊用雷射指示器 然後可以引導我們 引導雷射導引的炸彈去炸他 對 這支部隊就做得到 只是我們目前沒有這麼完整的一個擊殺鏈 所以他如果要進到底後 去到他們的總部啊或什麼的話 他是從水 其實就要爬到岸上面來了 所以他在陸地上的作戰能力也是要有 對 所以他也有完整的陸地作戰能力 OK 好 那所以剛才我們看到是 他具備其他特種部隊沒有的技能跟專長 是 那老師你接下來要介紹他什麼 所以他原來是一個爆破大隊的編制 我們國軍裡面大隊就是上校的隊長 那隸屬誰 海軍 就是直接隸屬艦直部 因為他要替艦艇啊或者這些開闢航道的話 開路跟排除障礙嘛 對 甚至他要搭乘潛艦出海執行任務 所以以前他是大隊上校邊接 對 有點像我們海豐大隊嘛 對 然後隸屬艦直部 而且大家又有觀念 你要主觀是中校或者上校 你才會有完整的幕僚群 中校是幕僚群很小了 欸這個齁 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是 就是說 那編制編制嘛 中校兩顆花嘛 三顆花嘛 有時候當兵都不見得了解這個狀態 是是是 在部隊裡面 這個單位是上校邊接的一個作戰部隊 跟中校的 老師你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差異在哪裡 中校他就是一個營級單位 那他的營的幕僚群 他的編制就只有基本的 比方說餐一二三四五 我們現在聯兵營 我們聯兵也還是中校 那到旅餐也上校 那到旅長的時候 他下面就有各處了 所以他要上校的時候 他的編制才夠大 而且大家留意到 因為他這個專長只有他會 所以他有一個水中爆破班 他要經過這個訓才會取得這個專長 所以他這個訓跟別人也不一樣 所以他後來併進來 海軍陸戰隊的遵守大隊之後 那是幾年的時候併進來的 我記得就是金進案 就是金進案那時候裁軍要用的時候 對對對 就把他從艦直部 本來是直屬艦直部 現在拿出來 變隸屬到海軍陸戰隊下面 陸戰隊裡面的兩棲遵守大隊裡面的其中 那就是下面的下面的下面 水中爆破中隊的以前的學長 如果聽到這個應該會傷心 對啊 所以他進到徵收大隊以後 他變中隊 結果他只能維持最基本的 這個訓練能量跟作戰能量 所以金進案的時候 為了裁軍把水中爆破 坦白講那時候裁軍有點亂裁 我後來回頭去看那一段 所以把水中爆破大隊 從艦直部直屬的單位 拉到海軍陸戰隊下轄的徵收的下面的一個單位 對 然後那個隊長的關節變成中隊長 對中校 中校 所以他的規模變小了 是 那功能不變 任務不變 任務不變 但編制變小 對能量就變小了 他的人員就會縮小了嘛 那他的作戰能量也會縮小 這一段歷史我們來不及參與 是 未來會怎麼樣 現在未來聽說這個單位重要啊 所以我把你拉上來跟海軍陸戰隊乾脆整併在一起 你人會更多 現在有人這樣說法 然後配合 濱海作戰環境 海風作戰大隊 海風要提升到少將邊界 是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在聊這個概念 海風其實就是我們的機動的飛彈車 熊二熊三的飛彈車 未來的這個魚叉的飛彈車 後來種種的兵推發現 暗制型的這種機動的飛彈部隊呢 機動力強 存活率高 共軍想要來攻擊台灣的時候 這個單位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 因為重要 蔡英文總統就決定 把他的邊界拉高到少將邊界 整個單位擴大 然後透過特別預算讓這些 其實我們的飛彈 這種飛彈造的相當多 到今年解案了 那回過頭來看 水中爆破大隊 他就變成從大隊往下掉 掉到中隊 變成中校邊界 可是如果我們知道 這個單位很重要 就他又往下掉 那就變成任務 跟這個單位提供的機能 他的戰力不相當 那就對國家就有危險了 而且現在目前依照委員這邊 收集到的資料是 他們可能把爆破跟徵收混在一起 叫徵報 然後他的獨特性就沒有了 那接下來這個訓的內容 也會改變 我們現在講是還沒發生的 對 我們再回來講 我們剛才講的是 水中爆破大隊變中隊 那是在精進案的時候 講錯話大家原諒好 就是直播的嘛 反正當時裁軍把它變縮小 然後改例到海軍陸戰隊下面的 下面的一個單位 是 現在傳出來是 他未來要跟徵收大隊合併 變徵報大隊 聽起來好像變大了 就變徵收爆破 那這樣會踩到什麼問題 為什麼 一傳出這消息 我自己這邊直接接觸到的 我們兩個都見過的 畢業的學長 馬上說萬萬不可以 這個影響國家戰力 把水中爆破中隊 並進去兩期徵收 變兩期徵收大 徵報大隊 是不對的 是對國家戰力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這兩個訓不太一樣 它的難度等級 跟它的目的都不一樣 所以它以後變徵報 比較感覺 好像你說這個單位很重要 結果你把它稀釋掉了 打到跟別人一模一樣 那它的獨特性 跟它原來的訓的內容 時數什麼都改變了 這會不會是水中爆破中隊的 本位主義 我就是不要跟它併在一起 還是有具體的情形 就是說這個單位如果併進去 它的特性不見了 會造成什麼 國家哪一塊戰力 會不見了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 也所看到的資料是這樣 我們在過往的很多演訓 關於水下的這些作業 還有你看 海軍陸戰隊要搶灘之前 不是有看到水柱炸起來 那個 那個演習在演的時候 就一排像水沖天泡一樣沖上來 那都是爆破隊他們去炸的 而不是徵收大隊去炸的 以後變徵爆大隊 難道這個就沒辦法做了嗎 那所以啊 假如今天是把整個徵收大隊 把它改成叫爆破大隊的話 那應該是大家一起 往南的去靠攏嘛 你現在擔心它是往 有一些特殊的訓就不見了 對它的獨特性都不在了 而且整個單位它的任務的難度 的執行能力也改變了 而且我們一直強調 就是現在要一個完整的擊殺鏈 你希望有這種不對稱作戰的時候 它所能發揮的戰鬥力 其實是比原來徵收他們的這幾個中隊 還有像那個它的特勤隊 它的戰鬥力就差很多 結果老師現在兩棲徵收那一塊 他們沒有水下的訓練 他們沒有水下 Underwater的沒有 沒有 在水下作業啦 沒有 或者是滲透破壞啦 清除航道這些都沒有 他們只要比方說水面的快艇啊 這些的啊 如果水中爆破中隊跟兩棲徵收 合併成徵爆大隊 那剛才你講的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應該是往南的靠 也就是兩棲徵收本來要有 可是現在變成兩棲徵收呢 也要擁有爆破中隊的技能 大家都變成又會徵收又會爆破 那就變成整體戰力提升 等於爆破中隊變大隊嘛 多了徵收的能力而已嘛 但如果說是往兩棲徵收過去 水中爆破的訓練就慢慢減少了 可那些工人就沒有啦 現在就是比較擔心會往 我們擔心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有像那個Cat Angel Cat Angel妳是那個小姐 她說水下徵收是專門訓 對啊 那兩棲徵收將來如果加上水下呢 我知道軍方現在壓力很大 她不講她將來要合併 她就告訴你合併對大家都好 如果 因為國軍有時候會做一些 不能講不理喔 國軍再壓力一下 會做一些很奇怪的決策 因為現在在做這些決策的人 全部是徵收的人 並不是爆破的人 現在做這些決策跟規劃的人 都沒有受過爆破的訓 所以像聊到現在 因為我們時間也有限啦 然後現在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 水中爆破中隊應該是 我們劍指部下面一個很重要的戰力 我的航道要排除要塌 別人不會 或者我要透過水下滲透到對方敵後 能夠做一些破壞的工作 也只有他會 所以不管對參謀本部 或者是劍指部 這一股戰力應該要直接指揮 所以他如果能夠直接隸屬劍指部 哪怕是中隊邊接 可能不管在訓練啊 預算各方面 會維持這個作戰的特殊的戰力 能夠把它維持住 台灣唯一的海豹部隊嘛 是啊是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向啦 那我們兩個其實私底下 跟這些水中爆破中隊 退伍的學長啊 都有聊過 他們有些現況 就已經感受到 改例到之下之下之下之後 很多裝備很多東西 開始有一些 也不能叫委屈我覺得不足的地方 老師就你了解 現在的水中爆破中隊 有哪一些狀況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影響到了 像他們目前所使用的裝備 照道理講應該有特殊性 可是他們大部分的裝備 都是徵收或者海陸淘汰下來的裝備 所以變成我們跟美國的海豹部隊 最接近的一支部隊 他的裝備竟然並不是我們專款去提升 你在講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水中爆破中隊的槍 對 是特種部隊淘汰下來的 對啊 是其他單位淘汰下來 其他單位淘汰下來 才給他們用 對對對 這是一個最精銳的 最精銳的 最有戰力的 台灣海豹部隊 是 他用的槍 是其他單位太下來才給他們 這是真的還假的 這是目前我們聽到這些學長 他們的陳述啦 這如果是真的話這很誇張的耶 因為他的裝備應該用最新最好的 所以他現在沒有最新最好 至少也要跟特戰部隊一樣 他拿的是泰下來的槍 那這就 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變成我的問題 我要去處理的問題 所以 線上有沒有 有沒有水中爆破中隊的弟兄 可以告訴我們 另外 剛才有一位說 那個橡皮艇水面上是徵收 快艇是爆破隊的 對 所以那個快艇其實不是兩棲徵收的 對 廖洞溝 對 這個新買的那個快艇 喔 所以那個快艇是水中爆破的 就他們的操作的熟練度 會比徵收的熟練度又高出很多 所以那個誰誰誰你講的是對啦 他有留一句話說 應該各有專精喔 是 並在一起感覺不太好 好 最後我們是不是讓諸葛老師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的 嗯 雖然我們都不是在這個單位服役過的 不過這是我們 在認知戰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會替基層單位 講出他們所要講的這些心聲 那 雖然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這也代表說 這件事情沒有絕對的答案說 一定是哪一方面會比較好 也希望說 高級的長官能夠 聽進去 能夠再多思考一下 畢竟這個單位非常的特殊 剛好我運氣比較好 好 人民選我 我有職份 我有職務 所以你們反應的問題 我會把它帶回國防委員會 跟我們各單位的將領來討論 我不會讓你們在這邊空談 所以也請你們提供正確的訊息給我 也謝謝諸葛老師給我很多正確訊息 我會把這些聲音 把這些正確的訊息 帶回到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 那我們是要幫國軍增加光榮 我未必都會公開來諮詢 有時候漏氣不是我的目的 國軍進步國家強 才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在線上的好朋友 你們有軍中的同袍 有軍中的關係 如果有任何聲音 有任何意見要反應給我們的 你可以去諸葛老師的群組 由他轉給我 我也歡迎你直接就寫信到我們的辦公室 那未來我們會在這邊直播 也許會聊我們的飛彈 自製飛彈 那會聊真正在做我們的天公公山 或者真誠行的 可以講的人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請你們期待 謝謝諸葛老師 謝謝每一位 那請大家繼續鎖定 趕快邀人家來訂閱 訂閱按小鈴鐺 分享按讚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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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